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课程进入第一次规信的部分 首先这个信 对我们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人生的动力跟忠信有关 忠 我要忠于我的职责 忠于我的本分 这个忠也是忠于自己的良知 这是我该做的 我不做良心不安 就像市长老人家 我们观察 他的愿力这么强 他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们为什么常常走走停停 所以我们跟他老人家学习 我们也要善于观察 静修节要是很好的定刻 一心观理 那个观就是观察 你看第一拜观察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观察阿弥陀佛 你看后面 第二十四拜观察观音菩萨 二十五拜是观察大师之菩萨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要回观察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便看热闹了 当然我们遇到老上这样大善之事 但是我们可不能看热闹当面错过了 老人家很尽自己的本分 比方他是炎黄子孙 他尽本分了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能断在我的手上 我牺牲生命都要把它传下去 这是不是忠 敬己这位忠 这是站在中华儿女的角度 站在佛弟子的角度 世上讲经说了 释迦牟尼佛的法传了三千多年了 到我了 我不能没有传人 现在唯一求的没有别的 就传人了 不然我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对不起祖师 对不起广大的信众支持 你看老人家所讲出来的这些言语 都是他的心声 所以李秉仁老师说 礼仪是做人的准神标准 要依照礼依照义去做事情 做人 忠信是做人的动力 不能对不起人 这一念心意就是忠 忠跟性很相关 你看夫妇之间的忠 你命也有信怒啊 我答应过我的另一半的 再辛苦我也要实践我的诺言 这是我们中华 民族传承的一种精神 一诺千经 我记得 李秉仁老师的学生们 在他编辑之后 很多学生写下 老师对他最大的影响 写一点 后来编成一本书 《雪公思训》 我想这一部书 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老师 来看看 李秉仁老师 他从事教学 尤其到了台湾 三十八年的教化 所产生 对人心 对社会 乃至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 从事教育的人 来效法的 这也是对于 诗说 很好的诠释 诗者传道 要看李老师 道唱菩提道 道唱伦常道 提唱五伦大道 这两句评语 是孔德成先生 孔子敌传 正传 是奉识官府 这个官 是这个国家授给他的 奉识官 在工作上 李老师是孔先生的下属 但实质上是孔先生的老师 我听到这个也是受到启示了 孔子的福报修道 2500多年之后 他的子孙还有这么 有道德学问的老师来教他的孩子 这个基善之家 必有余庆 所以李老元吉的时候 孔德成先生 他制的这个碗莲 雪如大和尚 这是懂行的了 和尚是清教师 自己清静的老师 一般 假如没有深入了解的 一看到和尚就以为是出家人 和尚是清教师的意思 那对李老一生的教化 孔先生写道 道畅伦常道 伦常是大道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心是菩提心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的榜样 所以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生 要让他懂得沦常 我们可不能当老师的人 都是教孩子功力 我曾经有遇过朋友说 我们的老师说 干什么都好 不要干老师 赚不到钱 所以 这些对学生是一种误导 让学生就觉得钱最重要了 功力思想 陈德有这个福报 曾经清静过我们马来西亚 沈穆于老先生 他当时候是95 他老人家活到97岁 整个华教能在马来西亚 沉船没有断 他老人家功劳非常非常大 他都被政府给关起来 七十多岁了 他都坚持信念 跟政府谈判 而且这个监狱里面的官员说 你都七十几了 你只要承认错误了 你马上就可以跟你的子孙团聚了 他都不为所动 然后给那个官员说 今天假如是要把马来文 停掉 我相信你也会站出来 所以他那种忠义 还连这个监狱的官员 对他都蛮尊重的 但是等于是浩然正气 那当时候我们到他们家拜访 他看到我们是弘扬文化 他很高兴 他就跟我们说 当老师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 这个钱 挂号 就是money 但是是很有意义的行业 他当时候还领我们唱了抗日爱国歌曲 你看一个95岁的老人家亲自谈风情 你会终身难忘 所以这些长者他们的精神 我们有机会接触到 对我们都是一种洗礼 那我们在谈话过程 有提到这个繁体制 这个老人家 看着我说话的人说 是正体制 他一点都不烦 他一点都不烦 我们也体会到一个字对人有没有影响 所以以后不讲繁体制 以后都讲正体制 正宗的应该学 你一讲繁体制 都说太繁了 不信任吗 所以我们教学者 这个敏锐度要很高 要能够敏锐到一个字对人的影响 那这个五轮都是道义 我们不教啊 甚至还教错了 都讲功力了 那孩子一生的结果 很不一样 首先他丢了人格 仁义理智性 这是人格 你看远一点 你把他的人格 误导了 他下辈子到哪里去了 到三二道 到时候学生 去了之后说冤枉 我那个小学老师教我的 到时候还得被言诺王调去问话 所以我当时候教书 我就想以后翻开报纸 希望不要看到我学生的名字 不然我也要负因果责任 最近听了个例子 印象很深 有一位同修 她的 她的 她有姐姐 她有弟弟 这个姐姐 当家庭主妇 当然不一定说是要当家庭主妇 才能教传统文化 她这个姐姐选择 比较专注教孩子自己教 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 请保姆 那她的妈妈 很爱这个孙子跟外孙 结果这个请保姆的 这个小孩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打电话给外婆 外婆 外婆 我很想吃你包的粥 老人家一听 以最快的速度 赶不去了 包个粥 那得花几个小时 包好了 把她端给三岁的外孙吃 外孙吃完之后 因为她家里是穷保姆的 就跟她外婆说了 外婆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回去了 从这里你看 她怎么跟外劳 互动的 都是叫她干活的 当然大家听到这里 不是说 哇 那这个陈德瓦斯说 不能请庸人 我没有这个意思 大家 能体会 我是在叙述一个意境 我也曾经遇过 一个同修跟我说 她小时候 请了一个佣人 结果呢 他们呢 就看到这个佣人 给奶奶盛饭了 结果这小孩看了之后 就拿着碗 让这个佣人给他盛饭了 被他父亲喝斥了 这个是来照顾奶奶的 这个是来照顾奶奶的 不是给你们使唤的 这些事要自己做 而且要尊重阿姨 你看 会教不会教啊 差很多啊 所以教富贵人家 比教贫荣人家难度高啊 现在我们物质这么丰沛啊 都属于比较富贵的啦 你不用点心啊 那现在这个功利主义啊 盛行啊 你不知不觉啊 孩子就 功利了 等到他很功利的时候啊 你到时候 一看十几二十岁啦 要教就不容易啦 少臣若天性啊 要从小 扎根啊 尤其扎孝道的根啊 我们之前也提过 老子要出寒谷官 这个官员 抓住这个机会啊 说我有两个儿子啊 请问呢 我要靠哪一个儿子啊 老子是来 你把孩子找来吧 老大过来了 老子放了 钱在桌上 你打一打你亲亲打你父亲一下 这钱都是你的啦 这个大儿子说 怎么可以打父亲呢 很坚持不能这么做 后来小儿子来了 这钱一放 你只要打一下摸一下都行啊 这钱就是你的啦 这个孩子忘了一下 打一下赶快把钱收过来啦 接着老子说 你知道要靠哪个儿子了吧 后来这个官员去世啦 后来这个官员去世啦 他的小儿子重商啊 算了算了 回去一趟少赚很多钱了 没有回去奔商了 我们教育啊 我们教育啊 得看到孩子学生的新的状态 知其心啊 才能掌其善 才能救其师啦 好 那另外这个 女儿的小孩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外婆了 刚刚那个是奶奶 现在是外婆了 到他们家 这个小孩 都会去递拖鞋啊 端水啊 对这个外婆很恭敬啊 当然外婆也是很照顾她 后来呢 读大学啊 去打工啊 还没有二十岁啊 领了第一次薪水 母亲说外婆对你这么好啊 你现在领第一 一份薪水了 要不要表达表达 那她一定说 没问题我来安排 后来就安排外婆了 还有这个舅舅啊 哎 家里人吃了一顿饭 吃完呢 这个舅舅一看了 第一个月的薪水去了差不多了 然后就跟这个外婆说了 哎 你会不会心痛啊 薪水差不多没了 这个外婆很认真的讲了 不会啊 你看这个外婆对我这么好啊 从小到大照顾我那么多啊 这个我很欢喜的 同一个家庭哦 这个父母 教育的理念不同啊 你这个孩子往后的路啊 就很不一样了 好 那大家想一想 那这两个 晚辈后代的人生 差异有多大啊 啊 一个是道义人生 积功累得啊 假如学佛的 甚至可以出轮回啊 啊 无情不能修道啊 没有情意不能修道啊 对人情意都没有 他还利益众生 不可能啊 啊 哦 所以 这个 意志啊 在我们教育当中 是一定要教的 五轮八德啊 这个礼益 做人的标准 那这个 功利的孩子 那他可能就不断 墮落下去了 甚至于他晚年 小时候 就不懂得感恩了 你说这个孩子 往后会有福报吗 所以父母老师的眼光啊 要能看一辈子 的一个深度 长远性 甚至于能看深深世世 能帮助他得到深深世世的福报 哇 那 这样的老师就功德无量了 那我们有这个 能力跟机缘啊 因为我们遇到的是 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 那这些学生跟我们有缘 信任我们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们 甚至于他好好修了 他的子孙 都跟着学啊 哇 那这个张老师的 这种姻缘呢 那真的是无量的功德了 其实帮人呢 要帮彻底了 不是帮一时 也不是帮一生呢 能够解决 深深世世的问题啊 那就是介绍这个念佛法门 当来一切寒灵啊 皆依此法 而得度托啊 我们有幸 遇到了当生成就的法门 又遇到老和尚 啊 夏连老 啊 黄念老 黎兵老 这么好的善知识 啊 应足啊 海贤牢上的表演 啊 所以我们的 因缘是非常好的 哦 所以施者 传道 授业 我们给予孩子的思想观念 能够利益到他一生的学业 他形成了非常正确的学习观念 学习态度 学习的习惯 那对他一生的学习 受用终身呢 哦 所以地址归后面是余力学文啊 谈怎么学习啊 哦 再来还有 家业 事业 这些观念的建立啊 不是说他大学毕业了 才开始学 开始思考啊 小时候你给他正确的观念 他就会判断了 哦 这个黄念祖老局势 哦 可能那些孩子啊 他从 从他很小就看他 长到啊 哎 要到日本呢 去读博士了 所以他老人家抓住这个机会点了 一个人要到海外去求学 他应该建立哪些观念 啊 哪些 一生的信念 哎 人没有信念啊 谁不足流啊 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志愿 应该怎么样去做 哎 黄念祖老吧 信运行啊 啊 不只是往生三之两啊 也是他人生 能不能经营成幸福美满人生三之两 啊 所以这些大善之士啊 他学东西都是活的 啊 可以 取一一反三啊 用在方方面面 其实做什么事要逞啊 都离不开这三个字的 啊 我们没有信念 没有信心啊 怎么做啊 啊 有的信念还要发愿啊 啊 进一步去立行啊 那这一篇 教诲啊 希望呢我们所有教育同仁 都能够啊 用心来学习一下 你说我现在教小学一年级 这个东西太深了吧 其实那些理啊 你只要用小朋友可以了解的话去讲 可以讲啊 比方我请教大家 生死的问题啊 对学生来讲 什么年龄教 难道是大学的时候教吗 不是啊 他小学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他的亲人去世了 你在这个时候不教吗 可能会造成他心里的困扰 甚至是心里的结 想不通啊 我念初中的时候就遇过这个问题了 是我生命中啊 我很亲的亲人 第一位离去的就是我的大仪障 我现在想一想啊 我们大人不能太初心啊 不然会失去很多机会点 包含我们的学生 你突然感觉啊 你突然感觉啊 他脸色非常黯淡 有可能是他父母的关系啊 出现情况啊 有可能是他父母离异了 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 假如他没有事实调整好啊 就造成他人格当中啊 的结了 甚至于他就可能产生一种恐惧 产生一种不信任都有可能的 好 我们不能要求说 都不能离婚 因为人世间的因缘啊 当事人 是他去经营的 假如两个人的性情啊 这个很不合 然后 这个两个人都大打出手了 然后影响下一代了 又没有办法扭转了 那 这个时候 得调整调整啊 不然所有的人都在这种氛围当中啊 受伤害了 当然我讲到这里啊 你们不要起一个念头 哦 成德法师赞成离婚 我可没有这么讲啊 你们不要出卖我啊 马上说 哎呦跟老婆上讲的不一样啊 老婆上说不能离婚 老婆上讲的那一段啊 哦 是强调啊 我们对社会还是有影响的 我们要尽力啊 去带一个好的头 但是你真的遇到很大冲突的时候 你要缓冲啊 不然出事怎么办啊 来缓冲啊 先怎么样分居一下 彼此都冷静冷静啊 好 彼此能够冷静下来 先想想对方的好 好 不要冲动啊去做事情 好 哪怕真的不合了 都是很理智的 面对 好 不是彼此伤害 更不要去伤害到小孩 好 人生路上的棋啊 不可能 我们接到的就是 一个五福灵门的人生的棋啊 但是你遇到人生这些挑战的时候 你能不能还是很用真心的去处理这些问题 而不是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 好 所以 好 我们引导孩子的 这些观念 都会影响他的 一生 那我刚刚讲到寿业 所以 这个孩子 就是 面对生死问题啊 是没有分年龄的 你都可以以他们能接受的角度去谈 有啊 我有看到 一些 画册 给小孩子看的 他就是 当孩子遇到 亲人离别的时候 生离死别 他看这个书啊 可以 安慰他的心 让他慢慢能接受 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 真的能很柔软 体恤的去观察到孩子的情况 从他的表情啊 掌握的一些机会前呢 很可能 对孩子是一生的帮助 好 好 那 那 重使啊 啊 我们孩子现在低年级 可能 黄老这一篇教诲啊 可能觉得是比较大的孩子 那你的学生也会毕业啊 等到五年后 十年后 他会来找你了 这些东西啊 对他们都很重要 当然 陈德觉得 你懂得领悟那个理的 黄老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啊 对一二年级的学生呢 都难用 所以我们一理通达了 可以长讲 可以短讲 可以对小朋友讲 也可以对老人讲 好 理通了都可以应激啊 用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行业都可以的 里面有很多重点 这个掌握机会点 这个黄念主导居士 也给我们做表演 好 所以我们互念我们的学生呢 你爱护他 他信任你 他会回来找你的 不能交两年了 哎呀终于毕业了 赶快把他推出去 我当时候教书的 要开始 考正式老师的时候 我是打了一个算盘 我们家对面 隔了一个马路 就是一所小学了 我假如一辈子都在那里教啊 我教过的学生就知道 我们老师就在对面 他要来喝点红豆汤 他就会来找我 因为你要传道授业解惑 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我还打了这个算盘 后来没考上 不过世事没有爱啊 现在学生要找我 应该也是找得到 比方说他可能到YouTube 可能可以找到我 或者他在台湾打听一些单位 还是找得到我 好 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跟着老师上学习 善于观察 你看他老人家 他忠于他的本分 民族佛弟子的本分 而这个忠里面呢 跟信分不开 你看老师把 《无量寿经》绘集本 交到老儿上所上 他对老师所这个信诺 遇到的困难 毁谤挫折再大 我答应老师了 全世界都没人弘扬了 我一定弘扬 信 包含跟张家大师的信诺 张家大师的劝导上 你一生学释迦牟尼佛 老师答应了 学了一辈子 弘法六十二年 这期间有很多困难挫折的 甚至都没地方住啊 住在火车站都经历过了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了 我们想到啊 德育故事 春秋时代记杂挂鉴 那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那我们听一个故事 就是跟一个古人学习了 听完之后 这个古人的心境精神 有没有成为自己的心境精神呢 目前当目其心了 那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 那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 我们也是落实地之规啊 见仁善 即师起啊 众聚员以见机啊 我们不能看到古人的榜样 我们不能看到古人的榜样 或者看到现前经人的榜样 我们自己想 哎呀我不可能的啦 那你这个信念 就已经障碍了自己 去效法他们了 不可以有这样的念头啊 那我们不信任自己的 那你遇到再好的缘 对我们也起不了作用了 所以初学佛啊 看到映光祖师的末宝啊 哇那真的都有被电到的感觉 啊 祖师他们写末宝的时候啊 他的精神就灌在里面了 你看到那个制度的射收力啊 写道 人皆可以为尧顺 人皆可以做佛啊 人皆可以为尧顺 这个颜回夫子说的 顺何人也 鱼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啊 那颜回夫子 把他人生这么重要的领悟啊 说出来了 那我们怎么珍惜 颜夫子的这一份心呢 那我们把这个话 放在我们心上了 有为者亦若是 人之初性本善 每个人都有本善的 都可以成圣贤的 每个人都有佛性的 都可以成佛啊 所以我们现在用 木贤当木齐心的心啊 来跟古人学习 来跟老和尚学习 来跟每一个人学习啊 那我们就是善财童子 善餐 大家愿不愿意做善财童子啊 当然这个不能逼 不能勉强的 成年人啊 没有办法被逼的 不只没有办法被逼啊 越逼越反效果啊 大家有没有经验 你要去推某一个人啊 结果推到呢 他看到你就跑了 那就四得其反了 包含讲话 我曾经听过人家 说这个强迫中假 还有强迫的啊 这个不对啊 佛菩萨还没有这么做 古圣鞋也没有这么教啊 我们不能自己创一套啊 要素而不作 幸而好古 明明就是自己太太攀缘 太强求了 还编了一个这么美的词啊 来合理化自己的说法做法 我们还是学孔子素而不作啊 哇现在标心立意啊 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有这样心态的人太多了 这个是我们要慎重的地方 好 刚刚提到像记杂 那他是心里起了 要把这个配件送给这个徐国国君 但是他要出使了 鲁国啊 那是礼仪啊 他不能没有配件啊 好 后来出使完了 回来徐国 哇徐国国君去世了 他把这个件挂在他的 这个徐国国君的坟前了 等下说他的 这个仆人说了 你又没有答应 你没有言语答应啊 纵使你答应了 那他人已经死了 那这个记杂说了 死无以心许之啊 一开始我已经 我的内心已经 起了我要把这把剑送他了 这心意了 其以死被无心灾啊 不能因为他死了 违背我的初心呢 哇那这种心事所到不只是言语了 是心念起了 所以诸位忍者 大家有没有起一个心念 阿弥陀佛 我一定到极乐世界见你老人家 还是要起一个念头 我一定到极乐世界见老和尚 我没跟人家讲 我跟老和尚约好了 这个就是信念起来 那我们听完记杂的故事了 我们的心境开始笑话 我们就不能起了念头了 违背自己的心愿去找很多借口 这样就不妥了 当然 你起念头的时候是一种因缘 可能因缘有变了 你可以适当调整 但是不能违背自己的那一份心意 也不是死板的 因为有时候你答应的时候 后来事情的因缘是转变的了 当然因缘没有转变我们还是要很 对得起自己的这一份良知 这一份性诺 所以这个中性是动力啊 所以这一句 凡出言 性为先 乍与忘了 西医可焉 这个可就是 可以行得通 你假如不讲信用 那你在社会当中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而且这个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 要好好爱惜 我也跟这些年轻的学者们讲 你的人生的信用什么时候在建立啊 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讲 随时啊 随时啊 有可能 同学们发生事情了 那因为这个同学以前 违背信用了 所以其他同学 又看到一件事的时候 马上就会联想到他之前的情况 有可能 他并没有这样 可是你看 他会不会又说谎啊 可能这个同学当下就很难过了 没有啊 我没有啊 这个时候就是机会怎样 你不能怪同学 错怪你哦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先坐过了 所以人家联想啊 这是很 人之常情 所以以后啊 不能再 讲 这个欺诈 不死的言语了 当然 你以前讲了 过能改归于五 过能改善莫大焉 自然人家就相信你了 那当然对其他的同学 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会点 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会点 你不能人家犯了一次错了 你就对人家有成见了 都不给人家改过的机会了 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机会点了 说实在 我们就几句话 就把这个机会点掌握出来 也并不是说要花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假如一直存在着 我要感进度 我要感进度 这个心都是悬在空中的 这个我有经验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那就会观察到 当自己心都是悬在这个感进度的时候 心就不安定 不敏锐了 这一些机会点出现了 可能我们看不到 甚至有看到了 但心静不下来 也不好引导了 该引导的时候没有引导 有可能 孩子们一些错误的心态就在增长 没有及时导正 所以人生有时候这种孰轻孰重 是导正他正确的人生态度重要 还是感这个进度重要 当然事事无碍 这个进度还是可以改善 你真的有这个心 这个都可以圆满了 我就记得 这个同学们也是 这个言语 不妥当 有一次 运动会 我们班同学 眼看着呢 就拿第一名了 跑得很快 好像连体育班都超过去了 结果刚好轮到我们班上 一个超过一百公斤的同学 当然他也很高了 可是他很胖 哇 已经跑第一名了 结果他接了棒之后 跑啊跑啊 很拼命喔 刚好踩到石头 整个人就趴下去了 哇 我当时候心都一震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 你看他集中那么重 砰一下 马上爬起来啊 继续跑完了 好 结果一进教室啊 其他的同学就骂他了 都是你害的 不然我们就第一名了 你看同学们在乎的是什么 成绩了 他没有看到这个同学那么努力了 再来又不是他故意的 就刚好真的踩到石头了 而且自己这么好的同学 跌了那么严重了 都还没有问说 伤口怎么样啊 身体怎么样啊 都没有 没有 就只有 就只有 眼中只有成绩 只有 得名 见利忘义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点喔 那我假如没有抓住了 那有可能这个同学 可能就造成他心里的阴影啊 那同学继续骂他都不健康啊 不是他不健康啊 同学们都不健康啊 就是说我们能引导同学 看到这个同学的努力 看到他的情况 最后给他一个掌声 那大家的心态啊就不一样了 好 那假如我们老师也很在乎成绩啊 那就更麻烦 可能这个学生就伤得更深啊 好 那我们上次提到了啊 这个可以比喻啊 这个性就好像油一样 你这个车子性能再好 就好像一个人很有才华能力 他没有性用啊 发挥不了啊 你没有油啊 这个车 哪怕是老师来师的也没用啊 好 那这个 孔子那个时代 孔子那个时代 有一个小诸国啊 的大夫啊 他要尽限这个 勾益啊 这个地方来投奔辱国 他为了求得安全呢 当然一般人呢 会希望辱国 能够立下蒙事啊 来给予他保障 就像现在的政治庇护一样 哎 结果这个人呢 提出来什么呢 只要孔子的学生呢 指路保证 就可以了 哇 那个指路啊 一个人的信用啊 能够 能够 让人家 觉得比一个国家的信用啊 还有保障 真的是 一言九鼎啊 一诺千经啊 当然 后来指路啊 也 也没有答应 因为指路 说到了 我可以为了鲁国 战事牺牲生命 但是没有办法 答应一个叛臣的要求 因为对方 毕竟是违背了 自己的国家 不能因为有利益了 做出不义的行为了 好 那话说多不如少 唯其事物另巧 说话呢 只要能表达正确的意思啊 就可以了 老和尚也讲过啊 言语呢 要 简要详明 言简意该 这一点其实对我们 这个时代很重要 因为工商业社会啊 人生活工作比较忙碌 说话简单明了啊 才不会耽误彼此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言语行为啊 都应该能顾及别人的状态 不能只有自己啊 所以一个修行人呢 是在每一个境界当中啊 替人想 放淡 放下自我 自我中心 自我感受 这个叫会修行的人 这个是在当面啊 没有开心情 我讲到重点都有人配合 怕大家忘记了啊 这个是重点 佛法重实质啊 不重行事啊 重 实质是什么 放下多少 这种搞形式 学佛以前的习惯啊 学的佛了 照样做这个表面形式的 每天读多少经啊 念多少佛啊 我不能比别人少啊 那这个是后生性啊 所以夏年居老居士提醒 以调伏习气为精进 习气放下多少 自我有没有越来越放散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哦 所以弟子规也都是在教我们 我们都知道啊 六道轮回怎么来呢 我直变现啊 那当然要把我直放淡啊 人不闲勿视角 人不安勿化扰 都是替人着想啊 不要小看这些生活的细节啊 何处是道场啊 处处是道场啊 吃个饭也是道场啊 这个 对饮食物检则啊 修行啊 不要挑食啊 食事可物过者啊 不要吃太撑了 都要忠拥之道啊 这不是修行啊 不要挑食啊 食事可物过者啊 不要吃太撑了 都要忠拥之道啊 都要忠拥之道啊 你看啊 你掌握到人家的时间啊 所以 道场在哪 当下就是了 处处是道场 哪一个 因缘不是练心之场 把真心给提起来 这个就是会修行啊 那 讲话 简 简单 药 恶药 详 详细 你虽然很简药 但是重点也不能漏掉啊 明要表达清楚 简药相明 这个是要练的哦 我们的学生也要从小 有机会让他们表达要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啊 你打开 手机啊 这一位 仁兄 一流啊 三十几条短信 你当下讲 这个是听还是不听 你看 留这么长的话 那就根本就没有体恤到别人的状况 这个都是学佛很久的人啊 但是他都没有在这些细节的地方 去落实经教 你看儒家 一部论语啊 仁这个字 出现一百多次 那显然孔子教我们修行 仁是重点啊 江家人先问己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都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 我们也有遇过 学了很多年了 我只听老和尚的 我只听老和尚跟某一个法师的 大家想一想 他讲这个话 什么心态啊 这个就有慢心啊 老和尚有这么教我们吗 应该是人家讲的合乎清典道理了 就应该参考应该听了嘛 哪有讲出来说我只听老和尚 我们这种弟子 都让老和尚背黑锅啊 你看那个老和尚教书来的孩子 眼中只有他没有其他的人 这个黑锅都让老和尚背上了 我们要知道啊 孔子为什么可以回到鲁国去啊 因为他的学生在国家 重要战役啊 事情当中做出重大贡献 孔子被赢回鲁国 老和尚的概观论定嘛 跟我们弟子们的表现 能不能分开啊 对啊 我们只在那里 不能误会老和尚 感情用事啊 重要的是什么 他老人的教诲 有没有落实在我身上 有没有落实在我的家庭上 有没有落实在我的单位 有没有落实在我的单位 历史啊 是公平啦 日久见人心啊 慢慢的 这些真实的情况 都会浮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跟老人家也是 很密切的啊 老人家是棒子交到我们手上啊 我们要跟老人家同台演出啊 以私自为体制啊 不能感情意气用事啊 那所以 言语啊 的修养很重要啊 这个信篇都是讲言语啦 我们 学的这一句啦 话说多我不如少啊 再跟人家谈话 都能顾及到人家的时间 举一反三啊 不只顾及人家的时间 顾及人家的感受 顾及人家的立场 那我们这个替人设想的心啊 就在言语当中不断增长 全修在信啊 信是我们的真心啊 全修在哪里修 一言一行 都是修我们的真心 这样才能恢复啊 促述是道场 一句话就是道场 用真心就是道场 不用真心就是造口业 言语心生啊 言语是内心表现在外的声音 必须实在 不讲巧言 这为其事啊 勿令巧 不能是啊 为了讨好对方啊 或者是 这个要 肢长自己的 好名好利啊 在那里惨媚了 那这样就不妥当 还是要保持自己啊 樸实的本质 心呢不能去染 没有我们立养 这个言为心生啊 我们 这是言语啊 就让我回想到啊 好像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汉学院请了 张清泉教授啊 教我们同学们书法 这个张教授写了四点 所以 言为心生 智如心化 第二呢 了解自心 不与他比 我来看写书法是 修养自己啊 言语是心之身啊 所以会 会体悟的人呢 在哪里认识自己 在自己讲话当中 在自己写书法当中 认识自己 在自己每一个行为当中 认识自己 这叫自知 自知是明啊 修行两件事 知过改过 我们一言一行 都不知道错在哪 那怎么改啊 那就没办法修了 修正行为 所以我们修行人 每天 每天要在自己起着念头 每天的一言一行 去观照 才知道要怎么修正自己 不能每天稀里糊涂的 音寻苟且 那就把自己一生的法身 他们会没有给误了 那第二点呢 了解自信 不与他比 不能攀比 我们有不少烦恼啊 来自于攀比 比方说连修行人 有时候生闷气 看到别人进步了 一比较 有点跟自己生气了 当然更不能起嫉妒的心了 再去毁谤啊 我的口语就中了 放下攀比心啊 放下攀比心啊 相信自己 给自己时间 会减少很多烦恼 那自行一处 无事不斑 写书法 练定啊 很专注啊 请问大家 讲话 要不要练定啊 你很恭敬很真诚 跟人家讲话也是专注啊 也是练定啊 有时候我们 讲话的时候你不专注啊 会养成习惯喔 听人家讲话 就不够恭敬 还会漏掉 不知不觉 变习惯了就不好 最后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哇 这一点厉害了 跟往生连在一起啊 跟我们佛弟子一讲 跟往生有关啊 他眼睛就瞪很大 耳朵就竖起来了 一笔不苟 一笔不苟 你那一心不乱在哪里练的啊 不是你灵终练的啊 是写书法的时候练的啊 是讲每一句话的时候练的啊 是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练的啊 你做事情慌慌张张的怎么可能灵终一心不乱呢 他真是写书法啊 你把它举一反三啊 言为心生 行为心化 你所有的行为都是你心的反射啊 啊 你透过每一个行为不是言语而已啦 你自己走路啊 都能认识自己啊 自己拉一个窗帘 也是认识自己啊 哎呦 这个缓接连物有身啊 这个自心一触无事不断 做哪一件事都是专注 安定的 所以一行不苟 一心不乱 我们能有这样的认知啊 我们对于言行啊 这个警觉性 警慎度啊 就能提起来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了解自心啊 那话说多不如少 话多的人代表我们自己怎么样 很浮躁 话才会多 这是易经讲的 吉人之词寡 这个人吉祥啊 有福报 言语不多 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一句都没有 造人之词多 吉造的人他话就多 假如曾经有人说过 你话很多呢 你不要不高兴啊 哎呦跟我们讲真话 我珍惜一下 这样对自己就有受用了 话多的人呢 吉造 福造 要改啊 哎 格言 这个别路啊 讲到了 这三句话很有味道啊 这三句话很有味道啊 信不足 则多言 哎 这个人为什么话很多 所以你看话很多啊 有好多状况啊 但是都是心有病啊 心有偏啊 他觉得人家不够信任他啊 他心里也不安 他就要透过言语呢 说服别人 就信不足则多言 信不足则多言 你看我们张老师的 有时候感觉到好像学生不够信任我 我们东解释西解释啊 讲了也不少 要安心啊 要安心啊 日久见人心啊 有时候用言语要去 说服别人啊 不如用我们实际的行为啊 去让人家感受到了 啊 威不足啊 则多怒 你的威信 威严不足啊 就很容易 因为可能我们当父母老师啊 感觉好像 孩子学生不服我们了 我们有点不高兴了 变什么 强势 用这个发怒 把他们压下去 其实啊 你用这个方法 更适得其反 人都要在这些境界里面 关自己的行为 才会适当挑战 不要说那么多了 心那么不安 这么想解释啊 扶下来 日久见人心 威不足了 我要做得更好 而不是发脾气要压人家 事不足啊 则多虑 我们人生的见事不足啊 遇到事情啊 考虑来考虑去啊 举旗不定 举旗不定 心不安 所以啊 人啊 要多锻炼 多长见事 还有 多 亲近一些 有人身阅历的 良师益友 孔子说 孔子说 有直有量 有多文 有直 这个直啊 是真诚 直星嘛 直星是道场 无需甲固 真诚 有量 这个量是宽数 很能宽容别人 很能宽容别人 还有就是 多文 我们 以前听过说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这个人有见识了 啊 刚刚介绍 大家学习啊 黄念导的 啊 对复日青年呢 的一段教诲 哇 这一篇看下来呢 真的是 听黄老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我们 手上的宝不少啊 我们好好来把它 深入啊 来吸收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分析了 你话多 可能有哪一些心态 这个浮躁啦 啊 这个心不安啊 觉得人家不够信任啊 啊 我们都要在 每天这个 因缘当中 观心为要 这样我们就能 观到自己的心啊 放下这些没有必要的烦恼 好 包含呢 我们 话会多啊 就是强势 强势就一定要说服别人 好 而且讲的时候啊 态度又 比较 硬 不柔软 我们看《无量寿经》 看《地止灰》 都知道我们言语哦 何言爱语 疑无色 柔无身 成德有观察到啊 我们学传统文化的 在劝亲朋好友的时候啊 言语太强势了 那都是平背啊 好像在当老师教训人家一样 不妥当不妥当啊 人家当下没有说什么啊 离开的时候 带着不舒服离开啊 实在讲 你讲了那么多道理 留在他心中 又有几句呢 还是要对照经典哦 要关照到自己 跟亲戚朋友讲话的状态 柔和直直 摄身德 尤其女众啊 男要忠良啊 女要柔顺啊 女性她有柔和的一种展现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表法了 那我们言语强势啊 一定要别人接受 这都是执着 这都是执着 经典没有这样教我们 似君说私入矣啊 朋友说私疏矣啊 你对朋友劝谏啊 不能一直劝一直劝啊 劝三次 人家没有接受啊 你继续逼着劝啊 这已经不符合人情势理了 这已经不符合人情势理了 提醒到了就好了 接下来啊 用身教来带动他 来影响他 不然你一而再再而三呢 最后人家情绪都上来了 可能你就被骂一顿了 大家有没有劝人 劝到被人家骂一顿的经验啊 这个都要经一试了 长一次了 我们有一位同修啊 人还是很温和的很善良 结果遇到一个同修很强势啊 每一次就当着别人 数落他的缺点啊 其实这个都是犯了忌讳了 归过于私事啊 不能在别人面前讲啊 不给人家留面子了 然后讲很多次了 最后搞得人家实在忍不住脾气了 就回了几句了 结果这个回话之后啊 这同修善良嘛 就心里想 他也是为我好啊 就想去给他道歉了 结果这个强势的同修啊 人家给他道歉 他还不领情啊 所以他来问我 这个同修来问我 我给他道歉了 他都不领情啊 请他来我们家吃饭 他都不愿意来了 我说那你也放下这个挂碍吧 你已经静了你的心了 要给他道歉了 人家不接受 你也不要变成烦恼了 无助 因无所助 道歉也不要变成一种执着 他不接受了 你心里有反思了 念佛给他回向就好了 后来我还进一步跟他交流到了 我说你会发脾气啊 是不是他在批评你的时候啊 你心里有想 你又没有比我好到哪里 怎么每一次都批评我 我们都在看别人的问题啊 自己都不好好修啊 然后又顺着自己强势的一直批评别人 人家心里不服了 人家心里不服了 讲别人是要有本钱啊 要有威仪住持有责得的身教 你才有柔和直直设身得的本钱啊 要有身教你才有言教的本钱啊 那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这个都是人情事理啊 不能不懂啊 学佛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 李秉兰老实说会伤天害理啊 会得罪很多人啊 会把事情给搞砸了 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所以《红楼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大家要听这两句是重点 不要去看《红楼梦》了 是因为他这两句也确实好 这个我们这个也有同修啊 他听老上比方说讲灵极限 结果他就去推广灵极限了 佛也不念了就强调灵极限好 老上的经文也不怎么听了 就听灵极限了 我们要了解了 老上为什么讲灵极限啊 因为广大的大众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佛号的功德有多大 那佛号功德有多大 那得长期熏修啊 你了解的才会越来越深入啊 可是呢 对不起请原谅 谢谢你我爱你 这些话一般的人一念 他的心念就会随着这些话在调整 是吧 像我们不知道佛号功德的 我们一念阿弥陀佛 梦见周空啊 你知道万德鸿鸣能灭重罪了 哇你越念 果人一向专念自然构障消除啊 啊 过灭善生 身意油软 哇 春明十极玉光使啊 哇佛光铸造啊 你念的法系充满啊 那你一般的人 他不可能一下达到这个程度啊 那又要达到能够啊 调整他的心的效果 那刚好 这个灵极限的好像也是水洗功德啊 可是你要究竟了多生死啊 你不能就着在这四句里面 你要了多生死要发布的一些 一向传练阿弥陀佛 哦 哦 不然你就是要八万四千法门呢 断见尸烦恼你才可以出去啦 这是讲初世法啦 哦 所以我们也要会听啊 你看知卫帝勿清传啊 你这个帝是听明白了 听什么明白 听老和尚他一代实教听明白了 你要听他的是整个立体的 对现在人整体的一个教化 你不是抓着他老人家一句话去发展 我就是最重视这个无量寿经 我就是哇就你就把老和尚的一个东西拿来标榜自己啦 你讲掉无量寿经都不强调扎三根 你讲的是老和尚讲的吗 你都不强调敦伦敬奋 你讲的跟应主相应吗 那是大善之士对于一代众生的一个观机 开出来一个全面整体的一个法药药方 你不能就抽其中一帝 是吧 人家开了君臣佐死 集帝要配合的 你就只拿一个山药 其他都不要啊 这样会误导周生 真的 所以这个 无量寿经这个地址规这些句子不简单 你要吃的全面啦 你不能吃的片面 还觉得自己的看法很对啊 误导了一群人 人家本来这一生跟着老和尚要成就的 你给人家误导了就不好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